那时,女神的形象,如王祖贤、邱淑珍、林青霞、张曼玉等人,都是一代年轻人的回忆。 在这些人中,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邱淑珍,可以说她的气质与其他女演员的气质不同。 打开今日头条,查看更多图片。 在邱淑珍的职业生涯中明显能在上一层楼,但是她选择了结婚生子。 当时,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女神结婚的事实。 即使是现在,仍然有人不能够接受邱淑珍的生活。 然而,小编认为,邱淑珍的生活现在很幸福,有网友也透露经常看到她和女儿在街上逛街。 由于自己的女儿过于漂亮,邱淑珍决定将17岁的女儿送出国,绝不会让她进入娱乐圈。 但邱淑珍的女儿也经常出现在媒体上。 很多人认为这个小女孩可能比她母亲更漂亮。 从展出的照片来看,邱淑珍的女儿沈月真的很漂亮。 如果她进入了娱乐圈,想必她就可以成为下一个邱淑珍了吧。 但是,邱淑珍并不这么认为。 她透露,她把女儿送到国外,因为她太漂亮。 作为一位美而精致的女演员,邱淑珍知道娱乐业的各种隐藏规则和困难。 因此,让她离开娱乐圈也是保护女儿的好方法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欢迎转发、评论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